之前有一期的快本大家看了吗 刀刀为了见证那扎是不是真如预告片那样脸浆 一直蹲手在电视机前 结果可惜走个 大家可以放心哈 美女脸没崩 是预告片搞事 倒是那天另外一个跟美女有关的事情上了热搜 游戏环节 那扎需要跟顶程鑫两个人在平衡梦上互换位置 于是就避免不了正面拥抱这样的肢体结束 一个不小心差点一起掉下去 幸好弟弟稳住扶住了那扎 但是他很快反应过来 就这么抱着不太好呢 但是又不能松手怎么办 集中生智 手势从张开热慢慢变成兰花 后面估计兰花手不好太操作 就又变成了拳头 就这么双手握拳得体 又求生欲满分的完成了一项精致的任务 太不容易了 网友们各属己见 为小丁的神势作风点赞 明星是项特殊的职业 有时候难以避免与异性的亲密接触 当需要在公共场合呈现这样的场景时 如何把握边界感就显得很重要 之前刘瑞南和于树心 在一段舞台表演中 手疑似放在了女演员胸上 印发争议 后来刘瑞南发完道歉 也没有平息粉丝怒火 许多经典距离桥段 也被网友拿着放大镜观察 找出了边界感上的瑕疵 比如这一幕 切西地看到姚晨胸上放着一只手 这只手是谁的呢 杀意吗 还有同掌柜上吊这里 大嘴手的位置也十分不错 这些都曾引发过激烈讨论 网络福尔摩斯们 把视频调到0.25倍速 从剧情手形系的紧长程度 等多个角度分析 当年女演员是否经历了职场性骚扰 当然随后也没定个最终结论 但确实因为这类争议越来越多 导致男明星如今 在与任何女演员进行肢体接触时 越来越注意把握度 叶成新被垮神石手不是第一次了 表演的时候与舞伴有这类扶摇动作时 多半是握着手 需要抓女舞伴的手的时候 也是抓着手腕 同样被夸的还有一扬间隙 互动的时候 手全空搭在女演员肩膀上 还有在18岁成人里上的舞蹈 十分的火辣 与女舞伴也有点肢体接触 但放大看细节 弟弟抓的是手腕 最后安定 放在女生腰上的手 也是换回弯的 根本没有触碰 教养很好 江涵之前在七子五周的表现 也受到大家一致认课 在丛林战车的游戏项目中 对别人连是约会的游戏项目 而对张汉 吴轩怡 这对单身兄妹来说是冒险项目 吴轩怡提出 由自己开车 张汉勤然同意 于是这路上总是有波折 毕竟路况不好 于是张汉坐在后面 会时不时的神手 帮吴轩怡控制一下车 但是大家们都注意到张汉的手 虽然路很颠簸 但他很努力 让自己不要靠近吴轩怡太近 双手紧抓着后面 即便是需要帮忙时 他也是尽量单手操作 一只手使劲抓着后面 避免靠得太近 很绅士 舞台基本上成了 爱豆战写谁失手的重要地盘 真人秀也成了 各家营销的必争之地 陈伟廷之前上节目要背女生 但神奇的手全程没有结束女生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看到他双手抱成拳头状 抓着自己的衣装 含含实锤了 不过吧 有时候太极端也未必是好事 张艺兴跟关小彤挑交易舞 就因为距离保持得过远 跟关小彤中间再塞个人不成问题 一番毫无激情地蹦打之后 格格终于忍不住咆哮 你抱紧点会死啊 但好像是因为张艺兴不会跳舞 才搞得那么僵硬 不知道街舞大牛张艺兴 在那之后又没有私下心学了这款舞种呢 女演员穿的比较日常的时候还好双 碰上大型班奖礼 她们大多着装隆重 这就更考验男演员的粉丝感把握了 向王海就做得很好 弄着女生 但手始终是回避状态 跟女演员拥抱 有衣服挡着的部分 手可以抱着 身体裸露的部分 手就悬着 邓伦也不错 为了照顾神传高跟鞋 奏台阶的文静岩 主动伸手屈服 然后你再看手 没有用手掌抓住对方 就是用手指给对方提供一个着力点 这样尽量减少 爽放身体的接触面积 还是邓伦 欢乐送的首映礼上 被Q公主抱 女演员穿的都是短裤 这很考验领长发音啊 但邓伦也没在怕的 第一个把小型抱起来 手肌肉反射式的 自动握成半拳 在半拳和兰花纸 两种手势里随意切换 邓伦在陆爸爸去哪的时候 跟李庆是全场 唯一一对单身嘉宾 不说节目组吵CB 其他嘉宾也尽量使劲 开他俩的玩笑 然后为了尽量 不让李庆尴尬 被邀请抱抱的时候 邓伦非常注意分寸 杨阳上台扶着小姐姐走下来 依旧大展身实风筒 手的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本来是走在女生后头 看到女生下楼梯不方便 特意走到前面来扶人家 跟女演员合影 都还蛮注意这些礼仪 所以也常常被夸 还有无垒弟弟的神叙手 可是出了名的 在出席各项活动的时候 都会兼顾身旁的女伴 上台阶时会主动伸出手臂 让一旁的伸成高跟鞋 或长裙的前辈先走 这个动作在有无垒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 在与张子芳妹妹宣传活动时 因为妹妹比较娇笑 她自动挡起了保镖角色 护送她离场 用手臂给她撑起一片安全区域 避免路人碰到妹妹 自己又非常分寸的 不触碰到妹妹 而丁雨昕也因为这个问题 被夸赞过 丁雨昕作为助阵嘉宾 参加创造营2020 在节目里和女选手跳舞 难免会有一些肢体接触 而丁雨昕的双少非常绅士 几乎和女嘉宾接触的时候 都很注意分寸 不仅丁雨昕如此 娱乐圈里很多当红的男明星 都很注意这个问题 肖战早年还没活的时候 在节目里和女演员 合作表演节目 因为节目设定 肖战需要去牵女明星的手 当时肖战小心翼翼的神出手 快要牵到的时候 竟然直接捏洗了女演员的手表 捏着手表假装牵手 肖战真的很注意小细节了 前有肖战捏手表 后有王一博扯一脚 王一博虽然看起来一副冰山脸 其实私下里还是很害羞的 在和同公司女艺人程翼 一起跳舞的时候 因为男女生跳舞会有一些亲密动作 当时王一博需要缓拨住程翼的腰 极致的王一博 选择小心翼翼的捏住程翼的衣角 真的是很注意分寸了 近年来 由于女性意识崛起 女性包括女演员 在职场中的境遇 特别引起关注 也因此导致了内娱神弑手的出现 大家都会赞美说男明星这样有教养 有礼貌 温柔挺好的 虽说有时候过于刻意会显得少选作作 但是这样的现象会被夸 至少是桂圈男性对舆论的良好回应 还是很希望看到女性 包括女演员 在职场上越来越受尊重 像这样的画面 希望以后都不要再说下了